策略聯盟協議由醒悟科大校長陳一文 道江商職林淑貞校長及伊林娛樂公司總經理林耀明 共同簽署 道江商職林淑貞校長表示 這次三方合作能夠為娛樂產業培育更優秀的人才 那表演設計組呢 我們就希望能夠在 我們能夠培育出更多的這種娛樂產業的人才 那當然這次跟娛樂就是我們的娛樂產業的龍頭 伊林娛樂公司來做簽約產學合作 那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本校很多的在這個設計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表演設計的同學有興趣的 能夠推廣他們 而且我們也聘請了非常多的優秀的師資 我們的師資都是在像我們的總監策劃 我們的艾倫老師 我們的這個威廉老師 他已經有17年的專業的經驗 另外我們還有幕後製作的這個剪輯的老師 所以我們有各樣的這樣師資能夠來栽培 相信在我們這個娛樂的趨勢能夠在 而且讓同學們能夠這樣子 這次也更新吳科大 他的伊林學院來做產學合作策略聯盟 這樣子能夠一條龍式的 這樣的能夠在我們表演設計方面 能夠培育更多優秀的好人才 我有一次參加過璀璨之心 我看過他們的表演 我覺得我們到江的女孩子是最漂亮最美麗最有氣質的 為什麼我們不發展這個表演設計科呢 因為我們有設計科 如果設計科下面再成立一個表演組 那真的是太完美了 然後我們學生呢也非常的有興趣 也回想熱烈啊 連以前畢業學生的小孩 他畢業生都打電話給我 毛主任啊 我女兒明年畢業 我一定要來你們需要念表演設計組 因為你們跟伊林呢 有策略聯盟 所以他們都非常的熱情 尤其這次有伊林的加持效 我相信我們的表演設計組的未來 是非常非常的有希望 那這個三方的合作是因為讓減低所謂的產學落差 很多人 我們的學習 學生的學習過程 最大的問題是到底業界在發展什麼 那學界的發展跟業界是不能脫軌的 那勢必要合而為一 可是這合而為一這個工作 就又透過這樣的合作形式 而這個形式不是是合作是簽約 簽約完畢之後後端的是很多的就是課程 它的課程的銜接性跟業師的導入 我想這個是整個的合作核心的一個項目 跟以往說簽了約之後好像有一個合作儀式 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一個運行運作 我想我們這一次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合作模式 完全就是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雙軌一條龍 然後也就是業師跟學校老師一起合作 共同教學 其實我們那個藝林學院就是跟行物已經合作 已經套入第八年了嘛 所以呢今年就是我們希望說更多的 從年齡層往下降就是去扎根 然後所以我們包括就是在學校裡面 會去做一些真材 然後呢也包括就是他們可以去參加一些 我們的一些活動 可以去收一些基本的一些培訓 然後再往後看一下他們自己在這個行業裡面 可以適合走哪一條路 給他們多一些選擇這樣子 道江廣告設計科因應時尚趨勢 分為表演設計組 設計組及電競組三組 將廣告設計科帶入新的歷程 成功華麗轉型 同學們可以學習設計基礎理念及實務操作 還能再學另一項專長 你們好 我是一花老師 我是主要負責電競幕後的 那我本身也是一個遊戲實況主持人 還有插畫家 那很高興就是伊林有跟我們的道江學校有簽約 那這次的簽約就是可以幫助學生的 未來的發展跟出路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伊林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個娛樂公司 所以這個對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就是可以讓學生去做一些選擇 想要當目前的藝人還是說幕後人才也都可以 那麼這一次的那個學生就是可以在道江相職 訓練完之後接著就可以直接到 醒吾伊林學院那邊繼續進修這樣子 所以對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然後在舞蹈方面還有表情 表情觀力還有表演方面他們都有很多的成長 然後我也覺得他們對表演這塊是有熱忱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們對演藝圈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就是往伊林娛樂這邊發展 是因為他們是算台灣的娛樂產業的龍頭 所以如果他們有機會可以就是更快更順暢的 接洽到他們未來的工作實驗的話 是他們對他們來說是很棒的 透過三方合作培育一條龍概念 向下紮根培訓時尚產業與演藝圈人才 不論是目前演出或是幕後策劃專業技能 歡迎對時尚表演及經濟工作有興趣的年輕學子 在高中端先紮根 très久的時間 記者瘟君 台北報導 早 excite 報道 早點擊 早语